6月10日,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在台北宣布,该党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初选参选人为朱立伦、周西伟、张亚忠、郭台铭、韩国瑜等5人。 五位参选人,我们是以姓氏的比划排序为朱立伦同志、周西伟同志、张亚忠同志、郭台铭同志、韩国瑜同志。 曾永泉领衔的国民党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当天在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,公布上述初选名单及初选程序。 曾永泉介绍,6月11日,国民党将与中央党部召开参选人座谈会。 国民党智库已规划6月25日、6月29日、7月3日在高雄、台中、台北各举办一场政策电视发表会。 他说,7月5日至15日,国民党将办理初选名义调查,7月17日提报中常会,7月28日提报全代会后,通过提名人选。 曾永泉近日将率国民党代表团出席在福建举办的第11届海峡论坛。 台湾方面陆委会称,海峡论坛为统战活动,并阻止台湾各界人士参加。 曾永泉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,海峡论坛已经是两岸基层民众例行年度活动。 海峡论坛,它两岸是两岸最基层民众人民的交流。 我曾经在第三届也奉命率团参加第三届的海峡论坛。 回委八年之后,我又奉吴主席之命乃,率团参加第11届的海峡论坛。 它是有劳工的,有工商界的,有清廉的,有宗教的,各行各业的一种大交流。 所以,它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节制,它是已经是历行年度的一个两岸交流的论坛了。 所以,没有所谓其他的事情发生。 所以,我觉得这个陆文会的发表这样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。 我们做的是,相互的第一条, 而是一位是明星期。